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身處在新涼潭路 降下有露營場地 今天在玩什麼呢? 話說早前收到運動筆的Alton給我一個訊息 他說他接下來有一個比賽 一年四場 其中一場在新涼潭這裡出發 問我有沒有興趣 玩完這四場比賽 我跟他說有得玩當然是玩 但四場比賽有什麼有趣味的地方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既然找到他介紹 我當然是不浪費了這個機會 捉到他做這條片的嘉賓 來介紹這個活動 Alton Hello 大家好 運動筆記你們不會沒看過 很多運動的訊息已經在他那裡收到 見過真人了嗎? 應該很多朋友都見過了 今天呢 首先我多謝你邀請我玩這個活動 但是 下場的時間 我們又互相客氣一輪 都要介紹一下怎樣玩 先說一下我們今天第一場 要搖場路一行一行再聊天 這場比賽路線有多長怎樣玩法 這場叫TGL的白仙嶺 是 氣點就是現在身處的降下坑 是 首先會先過一個谷舖 是 然後由谷舖經過綠鏡去到南中 然後上山 南昇交流境 龜頭嶺 然後上去屏風山 黃嶺 白仙 龜頭嶺好像沒有上頂了吧 不用 刷身而過而已 經過旁邊的 OK 我會 你上不上頂要保留 OK 沒錯 然後下到白仙嶺 我們會再下新涼行路 我們有個大距離 是 之後最後10公里就由新涼行路上山 是 然後原間環漆古道 嗯 然後再回過來 看看我這邊 一個輪 一個輪 沒錯 全程30公里 有沒有 30公里 30公里 其實我做了一些功課 我形容是 先甜後甘的 OK 前半段其實景色是很漂亮的 即是 谷舖那邊大家知道很漂亮 然後上化仙嶺 再下去 那一下 然後再回來 才是喜慾 那麼 二嶺長路 我一邊走一邊說 看看這個活動有什麼特色 大仙怎麼說是這個起點 很多人不懂這裏 降下咬 其實降下咬這個位置 就是相當之偏僻的 是 那它要在 即是平時要坐公共交通 過來 就坐小車子 是 去到上面 烏膠藤路口下車 是 走下來大約走 差不多1公里 沒有1公里 即是你如果玩30公里比賽 你先要 輸在這一個起點 我都不會 不需要的 對 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大會是安排有專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 坐專車過來 沒錯 現在我們一起過來的時間 都討論了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這個起點是吊腳 大大會在六個地方 是嗎 總共有六條 六條行車路 所以大家是不用擔心 降公共壓口在哪 等等 究竟在這個 陸景上來近一點 一定是烏膠藤過來近一點 不用擔心 一邊轉車 那我們不如 長話短說 一邊走一邊聊 都要曬曬地 走著舒服一點 由我們的 比賽方向出發 是啊 那天明明 幾點鐘起步 那天最早的那一場 八點鐘 八點鐘 即是會分幾槍起步 分三槍起步 OK 因為有三十K 有十八K 還有五K 即是這條路線 當日都有三 即是這條賽道 也有三條路線 那天 是啊 好啊 比較親民多一點選擇 有些朋友 可能三十K 都可能搶了一點 是 或者他覺得 都是的 我喜歡短途 我是喜歡短途 是 因為其實外面的山菜 十幾K 都少 是 是 那你說真的要找些山菜 可以補充 是 慢慢去享受一下 是 這個都可能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比多些不同選擇 參加者都是一件好事 對 各有各喜歡的玩法 好啦 我們沿著新娘潭路斜路 這段方向上跑了 是 OK GO 上斜跑段仔之後 我們屈回山景 在這個位置上 烏膠騰交流徑 是逆走的 OK 這段逆走的路段 上到鬼美嶺附近的位置 好啦 一邊上樓梯級 描實一下 這一段上斜路段 大概一公里鬆一點點 去到鬼美嶺的頂 三百海埔島 一公里攀升一百七十度 就好了 去到鬼美嶺就好些了 開始微微向下走 這一段 牙略低級先 好啦 當你見到竹林出現的時間 地圖上面標示這一段的路段 叫做減龍嶺距離 這個鬼美嶺的頂位 做五十米左右距離 開始微微放緩 小小想都沒那麼急 好啦 看見第二個倒數牌 2403 好像疑似見到頂了 第一個頂 三百海埔的貴美嶺 這個頂是有標高處的 如果沒有記錯 還有一個觀景台 是有標高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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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到觀景台的時間 有一隻狗正 他說應該讀維美嶺 不是貴美嶺 這個維美嶺 真的很維美 隨便看見到的景色 我主觀覺得不太多朋友到過這個位 來到休息一看 靚的 好 休息一看 之後 繼續餘下的路程 聽到Elton說 今天試前半段的路段 最高點出現了 是嗎 是不是最高點出現了 石筍穩的最高點 我們還未離開烏膠藤交流徑 2402出現了 這段向下走的路段也是烏膠藤交流徑 這段路段有很多避風的落山 還要分岔路口 左邊是荔架,右邊是烏膠藤 這個位置我們轉左邊谷普方向 這段落谷普的路段之前拍片介紹過 我形容是靚路來的,有多靚呢 第一,鼠音指數高 第二,好好跑 好跑到的情況是怎樣 前面Alton已經不見了影 跑了去了,按來不住 不過,先戴上頭盔 好跑歸好跑的路段 始終是高鼠音站的路段 還有一些古道,很多石頭都要出來的路段 長時間,陽光到了 都算比較濕滑些 所以跑的時間要小心些少 好,看到這塊平平地的地 還有這個寫著阿媽佛的牌 這就是阿媽佛 這一段都是繼續向下走的 好了,來到分水坳 分水坳,換言之一條分水嶺 左右兩邊,下面一條荔枯古道 我們轉左,我們的路在左邊 今天的天氣是非常熱 幸好我們不是計劃全程三十 要不然我決定都行 好天啊 哈哈,又來凹膏 這個位置,為什麼Alton會轉拍的呢? 這裡有些特別的 不如你介紹一下 不是 不是 這幾條香文甲鎮收錄 立個碑 記念收錄 多謝那些捐錢 哈哈 不要留那麼多個兵具設施 是 但這個碑很有趣 當初來看到它的設計 大家看上去 像一個墓碑 是真的有點像 好,走了 左邊 好了 生死兩之後 向左邊向下走 這段 又是一些濕濕滑滑的石路 小心一點 慢慢走 跑的時間都小心地跑 好了,回到谷普老衛的位置 接近這個比賽的第一個 Check Point 位置 谷普 他們有手間 先開他手間 先看看 來到谷普這段就出名 漂亮的了 不用多說 我今天就厚暈些少 好了,跑了4.3公里 來到比賽第一個 Check Point 谷普 非常出聞 4點幾公里有第一個 Check Point 出現 好了,來回這個沙頭角海的海邊 我們轉左邊 谷普之後去鹿頸 沿著海邊的4公里 差時間到斷了 剛才跑不到的 現在的的一定要跑 高高高 過完鳳坑村之後 又開始上樓梯級了 好了,上這個位置又可以開心一陣 下去就是鹿頸 好強 走一趴來到鹿頸村 過往是直去的 但是現在的建議是走右 因為是走左邊 比賽時間也好 來到村都靜一點 跨著後邊走 走走到盡頭 是去到士多的位置 法紀士多 即是要跨過這堆建築物 沒什麼所謂 都是這樣走 OK,來到法紀士多 平時有開,今天可能早 還沒有 好,向前走 繼續 7.7公里 來到新娘潭路 鹿頸的路段 鹿頸是有飲料 不過不是在士多 有士多可以給你補給的 士多還沒有在這個位置 士多也在鹿頸那邊 多2.7公里 如果你上山坡去士多 補給也行 或者你頂不住 士多正常的比賽時間 應該是有開的 OK,在這個位置 我們再轉入左邊的山景 好,探完汽水之後 坐了很久 我們在這裡坐到天 就來陰陰的想下雨 繼續如下的2點幾公里 今天我們準備玩的士路路段 南充那個方向 出發 這個就是村屋 來回分叉路 看到廁所 轉右手邊上 上一個山坡仔 過去南充那邊 我們這條士路路段 去到南充就算了 好,來到分叉路 向上走 向上向下走 都是可以去回南充的方向 但比賽的賽道 就是向上走 要去便遊不停 咦,好像開始有雨了 好像 趙情趙雨 下了一陣雨 又衝了少許太陽 給多一點路段 讓大家看看 這段路段 1.7公里 主要都是這個地方 向上走 1.7公里 差什麼事 又轉 又停 這段的高位 就出現了 接著又向下走 回到南充 好了 我好像看到 南充路段的最高位置 OK 離開這段山徑 轉右邊 過去的南充 這裡寫得很清楚 還有2.8公里的南充 好 我描述得太草率了 右轉這一段 還微微上斜 還未見到 尤德亭 還是微微上斜 當你感覺到路 微微向下走 就會看到尤德亭的指示 尤德亭是描述 就是我們不用轉入去 比賽的路段 不用進去 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試路 我建議大家進去看一看 如果未到過的話 景色是漂亮的 比賽就無所要 先進去 咦 我們窮一下窮了進去 應該可以不窮進去 進去就算了 OK 是不是很美的風景 我覺得這段很美的 看看那裡是高洞山 這個小山江 前面這裡 是不是很漂亮呢 雲裡面那裡就是 林山 由於我們屈了一條 不凹進來的路 為了清楚那條比賽路段 我們先走出剛才的路口 不覺不覺 錯過了路口 先出去 好 我們先來這個位置 我們先轉左手邊 簡單而言 跟著衛逆順敬走 因為這裡有衛逆順敬的腰柱 後面也有個腰距牌 連著衛逆順敬 下回去 這個是W 135 來回到路口 有個類似是齒路不通的牌 這個齒路不通的牌 我們現在的右手邊 其實是通往游得停的 我們剛才走錯了很多 好 原來回到路口 在這裡走回來 這條橋有名堂 叫做橋山橋 哪邊讀起才對呢 好 來到這個位置 進入了衛逆順敬的最後一段石屎路段 上車再下車 衛逆136 被譽為最沉悶的最後一段衛逆順 很厲害 還未完結的牌 數繼續有 W137 雖然同一條斜路 也沒什麼特別 但也很描述一下 我們到了衛逆順的終點 不過跟這個比賽無關 我們還是要繼續走的 好了 平南石間下游 好 來到比賽的第二個車順位置 南沖郊遊境外的入口位置 由起步來到這裡 大概是11點2公里 來到這裡 這次我們的市路就暫停 好 我們就不繼續下去了 決定下班 很多藉口 身體又一般 天氣又差 總之我們就不走 現在就回到南沖搭車 打後的路段 有機會我們會再試 9月活動比賽之前 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提醒大家 打後的路段 打後的路段 留點力 吃多點醬 我們剛才有沒有流到 流了很多 流了很多汗 這個是四條路線裡的其中一條 介紹其餘有三條 下一場 十月的那場就是大潭 水塘的 OK 幾場啊? 都有33K 即是跟這條差不多 大潭 對 每四場抽選 每場都有30多K 15至20K 中間的 還有一場是5公里的短度 我誤會了 其實每一場都有3個路程 是的 下一場就是大潭 大潭之後就是 龍翟 不町炸山 還有龍翟 OK 另外最後一場就是 六虎頭 OK 還有在斯華灣交流頂那邊 好 我記得你和我介紹的比賽的時間 是說這四場的比賽 是有些計分制度在這裡 而我最吸引的地方 因為我也有相同概念 是希望做到這些 這些計分 不是只是跑得快的人 才會有些好的分數 即是挑戰到自己也有 看什麼玩法 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計分制度 和一般的計分制度 有一點不同 是的 大部分大家接觸過的計分制度 都是為冠亞貴君 沒錯 排名次 最簡單的計法 好像我這些慢腳 計分制度 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 我們很不喜歡 其實 這次我們重新 把外面的計分制度 有一點點改變 是 除了按你的名次 排第一一定多些分 是 排中間便少些分 再排口邊便少些分 是 這個大家容易理解 是 另外也會按一個完成時間 是 去有個積分 是 那譬如 你13的 是 有一個分 是 3個半小時內完成 又有另一個分 OK 每半個半個分 每30分鐘一個 是 這個間距 即是說我 就算我幾晚都好 我都應該為了我那30分鐘 去做一些搏命 是嗎 或者可以計畫一下 不可以說拼命的 是 我覺得跑步總要安全 哈哈哈 又是 總要玩得開心 但是 玩得開心之餘 是 推動力 我 我對開心的其中一種 感悟 是 是 我在比賽過程中 我有盡力 是 我 每一滴汗都覺得 對得住自己 即是中間沒有駡肉攤 這個 這個 唱快臨來 這種快感 不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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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我第一事 可能我覺得 這次 這場我跑得 開心 很爽 已經很滿足了 你這些編輯說話 都是有點不同 我其實都想說這些概念 也好 我描述得沒有它那麼好 即是 我經常見到一些人 例如玩比賽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慢 那就慢慢走 我每次見到都說 跑啦跑你盡力跑 但我不懂得描述 其實你應該是有一個競賽的心 而那個競賽是 你是挑戰自己 做好一點 做多一點 剛才所說 逼得自己 留多一滴汗 即是那種完成感的滿色 滿足感 會大於你 就這樣 去比賽 即是 我經常覺得 比賽 其實真心說 贏不是由來來來去 那十個八個 你有沒有可能贏得到 但你每一次 其實你是挑戰自己的能力 去做多一點點 那這些計分就是一個推動力 那是否四場加起來 還是會回家其中一場 還是怎樣 有什麼這樣的計分 每場都有個計分 那最後總排名 就會在四場裡面 計算最好成績的三場 那你就會知道 我在這個系列裡面 那個排名的高低 那譬如一群朋友都挺個人的 是 有四場可以計算一場不要 是 那看看 大家怎樣去策劃一下自己的策略 都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 玩比賽其中一個 推動力就是 大家憑旅行之間 互相切磋 互相推動 或者現在叫做互相迫害 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OK 那這一場比賽 我會落場的 四場比賽三場 成績是吧 無論如何 我怎麼都抽到要出席三場 那到時 看看我的排名 會不會高過某些高手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出現 OK 那今天呢 從Oton的思路就到這裡為止 帶我下來 這半程的路段 其實不知道半程應該是三分二 半程應該三分二 三分二度 我會在比賽之前 和大家再試一次 這裡上八仙頂 這麼漂亮的路 不可能不走一次給大家看 那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記得報名 記得報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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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